Hello 大家好 今天带来一部1991年的美国犯罪电影《雨迪共眠》 这是一个警告大家结婚需谨慎的故事 咱们的女主劳拉是个盘两条顺的金饭美人 她很幸运地嫁给了英俊多金的丈夫鲍嫂哥 但劳拉没想到才结婚 鲍嫂哥就露出了可怕的嘴脸 她的控制欲和强迫症已经到了癫狂的地步 一旦劳拉舍她不顺心 就会遭到暴力对待 三年来她也试过报警求助 但根本没用 鲍嫂哥总能用钱摆平一切 这天劳拉无意中结识了附近的医生邻居 鲍嫂哥知道了就一巴掌把她拍到地上 劳拉是敢怒不敢言 只能靠丢石头发泄 渐渐地劳拉心里有了逃离鲍嫂哥的想法 但她跑了肯定也会被抓回来 于是在鲍嫂哥带她出海航行的时候 劳拉故意摔下船 掉进海里 用假死逃离她 劳拉本来是个汗鸭子 但她悄悄学习游泳 克服了对海水的恐惧 鲍嫂哥对此一无所知 她还以为劳拉不会水 会被淹死 趁着鲍嫂哥和海上救援队在到处寻找她时 劳拉游回了家 她剪了短发 丢掉了婚戒 然后拿着自己早就准备好的逃命包袱 坐大巴 远走高飞 鲍嫂哥没找到劳拉的尸首 她以为劳拉葬身海底 还伤心地给她举办了葬礼 劳拉来到了一个平原小镇 在这里租了一套温馨的小洋房 她还按自己的喜好装饰了房子 没有鲍嫂哥的威胁 劳拉的小日子过得别提有多爽了 劳拉还结识了隔壁的搞笑青年卷毛哥 卷毛哥给她送来了自己重的苹果 邀请她明晚一起共进晚餐 另一边 鲍嫂哥接到了劳拉游泳客同学的费份电话 他这才知道劳拉居然修炼成了水中蛟龙 他根本不可能被淹死 鲍嫂哥回家翻找了劳拉的物品 发现她的身份证不见了 接着 他在马桶里发现劳拉丢掉的婚戒 才确定她是装死离开了 鲍嫂哥立马在报纸上刊登学人启事 只要有人提供劳拉的线索 就能得到一万元 小镇上的劳拉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暴露 他和卷毛哥相处得非常愉快 卷毛哥还介绍他去图书馆当管理员 但劳拉心里已经有阴影了 他不敢和卷毛哥有过多交往 可卷毛哥很有毅力 他坚持追求劳拉 还给他准备 浪漫惊喜 卷毛哥的温柔善良是报纸哥缺少的 劳拉渐渐打开心扉 愿意和他交往 两个人请到深处准备非害鼓掌时 劳拉又想到报纸哥对自己做的事 立马抗拒地推开了卷毛哥 第二天劳拉把自己悲惨的过往告诉了卷毛哥 因为他也喜欢上他了 卷毛哥还帮劳拉一容 把他打扮成男人 让他安心去看望住在疗养院的老母亲 但报纸哥也来到疗养院 还好劳拉化了妆并且和他反美错过 不过护士却告诉报纸哥 有人来探访劳拉的母亲 于是他就伪装成警察 从劳拉母亲的嘴里 套出了他的下落和卷毛哥的存在 报纸哥来到劳拉居住的小镇 他跟踪了卷毛哥 发现劳拉果然和他在一起 两个人还很开心地在游乐园约会 他们的笑容深深刺痛了报纸哥 报纸哥跟踪劳拉回了家 劳拉发现自己的毛巾都被摆放整齐 还以为是报纸哥来了 劳拉觉得是自己想太多 直到他打开罐头柜 发现里面乱放的罐头都被摆放得整整齐齐 劳拉哭了 他确定报纸哥来找他了 这时报纸哥拿着手枪劫持了劳拉 听见动静的卷毛哥来敲门 发现劳拉眼中含泪 很是奇怪 于是他假装离开 然后又突然破门而入 正好就扑在了报纸哥身上 但他战斗力不行 一拳就被报纸哥撂倒了 劳拉只好假意服从 然后给了报纸哥当下一击 顺利抢到他的手枪 最后劳拉用枪打死了报纸哥 他觉得只有他死 他才能真正的解脱 这就是一部典型的婚姻教育篇 结婚有风险 家暴要反击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